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看墙上的那个仙女不见了 此时牡丹起身走进了后面 书生并跟了进去来到了一个仙境 仙境也由姑姑盐医掌管的万花林 这里都是仙女 因自己曾经的失恋 所以该境地不允许谈恋爱 更不会让男人进来 所以牡丹的这一举动已经触犯了仙规 清晨点名为了不让姑姑发现书生 而让书生躲在了孙丽的半裙下 可此时姑姑却闻到了男人的味道 并开始询问仙女们有没有看到男人 此时一个石头人出来了 另一方面翠竹将书生带到了仙女的房间里 石头人的出现救了书生一次 石头人和猫头一男大战几回合 不及对手 想逃脱时被姑姑用蒸火烧死了 石头人的前来是为了看自己的女友 姑姑借此大发雷霆 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安排 不许你们碰爱情 转眼 孙丽回房间休息了 不料翠竹把书生送到了孙丽的房间 这仙女估计是记性有问题 为了不让别的仙女知道书生的事情 孙丽将书生打扮成了仙女 把书生送到了牡丹那边 为了让书生逃出去 牡丹让仙女们大闹一场 好躲避众人的眼睛 谁 喂 你要干嘛 大家不要打 不要打 来到了传送门 问书生 我跟你走 你会和我一生一世吗 此时的书生 早已经喜欢上了孙丽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对 哪轮得上你正爽呀 书生回去后就找和尚 问回仙境的路 并踏上了寻仙的路 在这时姑姑出现 不料姑姑却一反常态 并把他们带到了仙境 为的是传宗接代 让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 牡丹因书生被关押 为了救牡丹 故意假装娶妻留在了仙境 可一直没有牡丹的下落 最后直接问了姑姑 可姑姑并没有说实话 原来正爽已经被关在了七重天 不忍心看着书生难过 并告诉了他 郑爽关在了七重天 之后一行人打算合力救牡丹 在经历几个关卡 层层刷怪后来到了七重天 最后孙丽为了让牡丹重返人间 用自己换回了牡丹 自己却关在了七重天 回到书房后 书生对牡丹说清楚了来历 对你只是亏欠 真正喜欢的人是孙丽 得知书生对她是义而不是情 伤心的牡丹又回到了七重天 一行人得知牡丹有去无回 并追了上去 此时姑姑把牡丹和孙丽放在火莲花中 让书生选择 这时山贼看不上去了 并拿刀砍了上去 此时猫头鹰也背叛了姑姑 因为她喜欢上了孙丽 最后牺牲了自己 救出了孙丽和牡丹 此时众人都不喜欢姑姑的行为 并合力和姑姑对抗 因法力敌不过姑姑 在姑姑的法力下都消失了 此时打赢的姑姑坐在板凳上 却感到很孤单 惩罚了那些仙女并没有很高兴 一个人的时间如此的冷淡 强颜欢笑也弥补不了心中的空洞 此时不动和尚来了 原来不动和尚就是姑姑的情人 硬要成佛离开了她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带姑姑离开 此时姑姑心情大变 让消失的仙女都变了回来 姑姑和不动和尚云游四海 并把仙界交给了孙丽来掌管 接管了孙丽并拒绝了书生的好意 故事最后含泪而终 书生感情复考 这是一部很感人的 喜欢爱情电影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却不能在一起 镜头一转 原来这只是做梦 一行人还在鼓四 故事结束 好了 每日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